歡迎各位賣朋友回到每週賽馬快順 又是我阿韓和大家看看 二年6月20日到6月26日 這星期有什麼賽馬新聞 首先講到本地新聞方面 上星期跟大家說了波件事因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所以不能下場出賽 所以要在家旁邊 剛剛這星期再多一位連續中我的招 說的是呂健威威哥 因為同樣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所以暫時不能出席賽事和神操 取而代之就會由他現任的副鏈 即是下季會升聖做尼瑪斯的五棒子代為幫忙 希望威哥都可以快點遠足隔離旗 都臨近季尾 希望都可以快點出來督操 親自去指揮 可以再爭取多些好成績 至於說到另一位騎士 阿莫雷拉大家都沒有見到兩期 亦都知道是因為上星期 菊草賽事發覺身體不舒服 退下火線 之後再檢查到原來是心律不整 所以連帶剛剛星期六的賽事都沒有出席 大家都關心他究竟明星期二的菊草野菜 可否如常做出賽 暫時看上去應該沒什麼問題 因為紙入了 而且排位表出了也有名字 但是坊間有些報道說 某醫生也覺得還未能跑 也可能要再休息一兩期 但是這個消息還未經馬會官方證實 亦都沒有出新聞 所以暫時 莫雷拉應該都可以明晚跑到 但當然了 世事也無絕對 還是要等到他開跑前半小時 才可以大家證實到最終的消息 所以大家明天記得密切留意過最新動態 最後一單本地新聞和大家說 就是一個冠軍人馬獎 眾所周知 這個冠軍人馬獎就是 香港馬壇的年度城市 薩科完之後就會舉行 今年就會在薩科的前一天 7月15日舉行 而冠軍列馬斯、騎士等等 以及告東尼獎 將會在16日推出薩科時先班 但其實很多獎項都會在7月15日舉行 包括最佳短途馬、一里馬中距離和長距離 而且再加上最佳四歲馬、最佳新馬和馬王 大家看完名單之後 剛剛這個星期都公佈了 其實很多都很正路的候選馬匹 包括福日、當家後王、顯心星、金槍六十、浪漫勇士、將王 這些一級賽的冠軍 都是非常合理的範圍 看看到時最後宣佈得獎名單的時候 又是否你們的心水選擇 所以記得留意著7月15日的冠軍人馬獎 說完本地新聞之後 是時候就要和大家看看外國新聞 今期都比較多 所以都要快些和大家交代清楚 第一站就和大家來到法國 看看法國象樹大賽 今屆的得主就是一批靈雪飛 大家對她都應該不會太陌生 因為她是應屆葉心象樹大賽的貴軍 輸了給戰神日和上流貴婦 雖然都被他們拋掉了 但其實零雪飛的第三都頗獨定的 過了去法國象樹的結果 真的可以說超了一班這樣贏 亦都幫騎士的導遠恩 第一次去奪得歐洲的經典賽事 雖然導遠恩不是第一位女騎士 去贏歐洲的經典賽 但對於她來說 也是一個拆騎生涯的成就 而零雪飛贏了法國象樹大賽 亦都證明今屆葉心象樹大賽的水準 都應該相當之高 雖然戰神一剛剛星期六 挑戰愛爾良打鼻也失敗 只能跑第四 但其實表現都不錯 而且惡伯仁事後都說 他自己給出來的策略 可能就不太好 令到戰神一和阿莫亞的發揮 都未達到最好 但無論怎樣都好 始終都是挑戰1994年以來 第一匹馬女贏奧爾蘭打鼻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他跑第四也相當厲害了 惡伯仁都說戰神一將會休息 秋季再上陣 希望他再長大一點 可以再成長一點 秋季見到他又可以變得更加厲害 大家都密切留意著 今屆葉心象樹大賽的三個馬 戰神一、雙樓貴虎和零雪飛 接下來又會有什麼表現 另一匹馬女好龍夢戴的臉 就是燈山應次 大家有看開馬 對他一點都不會陌生 而且去年2021年 也是狂數過三項一級賽 但今年仍未見到他 原來就是因為阿莉馬斯 覺得他狀態不太好 所以本身之前也打算在加冕杯復出 最後也告取了這個計劃 但不要緊 現在連馬斯覺得他的狀態差不多回來了 所以接下來會安排這匹燈山應次 會出自法國的一級賽 就是聖格老大賽 希望這匹燈山應次復出的時候 都可以交到一個好好的表現 譬如說今年很多馬復出 其實都跑得蠻好的 除了上年開船門大賽 冠軍經濟私財 真的有些驚嚇之外 希望燈山應次都可以交出 2021年的水準 看完法國 是時候要和大家去到英國 看看英國新聞 英國就是今集最主打 因為有很多事情要和大家交代 所以事不宜遲 第一宗和大家看的 就是這個大高會談 就是戴圖利和高士登父子的新聞 其實剛剛這個星期 大家應該都會留意到 也炒到熱烘烘 相信有些朋友都會知道 事件的原因是什麼 大概就是因為他們在亞士谷翠奇 他們合作成績不太好 而且導火線有傳就是因為輸了一匹原樂器 搞到戴圖利不開心之外 高士登也覺得戴圖利好像騎得不太好 否則應該有得贏 所以兩邊就好像陷入僵局 所以剛剛這個星期 他們都決定去開會 聊聊未來的合作關係 所以會就開完 正式公佈 正式結束長久以來的合作關係 雖然就不會像之前那樣 高士登所有馬都會 大部分都被戴圖利跑 但他們也不排除將來有機會 可能都會有些馬匹去合作 都還沒說完這些話 而且高士登那邊也說明 是不會特意請一位新的騎士 才去代替戴圖利的位置 雖然雖然不是再一個賓主的關係 但將來希望還可以看到他們的合作 然後接下來就要看看這支增章 增章上集的節目和大家也有說了幾克仔 因為沒有下雨 整個雅士谷賽期都沒有跑 結果就要找一場膠沙地 諾芬伯蘭碟去先跑一跑 背著148磅這麼重磅 但當然也考不到的 也算是一級賽公軍 所以終點前就力壓其他對手 就贏出這場的膠沙地賽事 無論是騎士 連馬斯甚至馬主 都對於增章這場的表現非常滿意 亦都覺得狀態非常好 所以希望都可以如常出戰接下來的古活杯 希望天公可以做尾 到時給個淋少許的地 可以讓增章上到陣感 看看到時是否如去所願 再下來看看這批白金器錶出戰過的沉醉 雖然沉醉在那場賽事表現得不太好 也輸得比較遠 但是連馬斯都覺得他可能不太適應雅士谷的賽道 所以接下來會安排沉醉 首先休息一下 直到9月就會在高利五股錶錶出 然後希望他可以走回去年度的流程 就是復出去跑法國的龍上教學大賽 然後就會遠征美國 就是跑肉馬者杯草地短途大賽 最後就是回到到拜尾丹 挑戰衛免阿喬斯短途錶 希望他也可以做得到 始終上年甚至今年年初 其實他一直在短途一級賽 是交出很好的表現 然後再數下來就是這批後土 後土徵戰這麼久 大家都見慣見熟 結果剛剛這個星期 古武亞那邊也宣布 這批後土會正式退役 也叫做功成新退 雖然後土最後那場賽事 表現得一般 但是其實他的競賽生涯 都已經交出幾兩例的成績 看看他之後會有什麼部署 古武亞那邊也會安排他 和旗下邊的馬匹去做配種 而說到後土 怎會少得他的老對手迪酒不沾呢 迪酒不沾 剛剛他也是在短途賽事 他本身跑開一里 但是大家就在白金器錶看到他 其實都蠻神奇的 但是其實他的表現一點都不差 都是輸兩個多馬位 所以連馬斯包議定 對於他的表現這麼滿意 都決定繼續安排他出戰這個短途賽 所以接下來就會去挑戰這個七月杯 將會對於白金器錶錶跑過的起飛王女 和英聯邦杯跑第二的赤染區 在七月杯再次對陣 希望迪酒不沾慢慢跑回的狀態 只要他加上去年級數 基本上都很厲害 希望他都可以做到 接下來就是要說一下 氣靜心平和聖千里這兩匹 在亞視高賽期都變得非常出色的馬 氣靜心平贏了威爾斯親王錶錶 而聖千里贏了女王安利錶錶 兩匹馬都非常厲害 一匹保持全勝 真正的歐洲一里王 另一匹成功取得第四個國家的一級賽 接下來他們將會各自有不同的計劃 亦有機會會不斷相遇 說著氣靜心平又想縮落一里 挑戰薩彩克斯錶錶 而聖千里跑完薩彩克斯錶錶 有機會又想諸德望國際錶錶 即是氣靜心平的射程範圍 因為他都是會計劃跑這場的 所以一個就縮程下去鬥一次 然後另一個就加程下去再鬥一次 究竟是一里王厲害一點 可以保持全勝 但是始終周遊列國的 可以適應到不同場地的氣靜心平又厲害 這兩匹這麼厲害的馬去正面交鋒 其實都挺令人期待的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著他們之後的賽事 好了 最後一站跟大家來到日本 今天要看看日本的泥地賽事 大家知道 日本一向都很重視泥地賽事 也有很多不同的泥地吸制賽 也有很多日本泥地馬 其實出到國都可以交到很好表現 例如中和魔像這些 在杜拜世界杯都跑得很好 所以接下來他們都希望有一個新計劃 就在2024年會展開泥地三冠大賽 他們有春桂山三冠 三水三冠 也有秋冠馬三冠 終於他們都有泥地三冠 這三關就會由羽田杯、東京打比 和將會改名的日本泥地打比組成 而且他們的級數都會升格到日本一級賽 獎金大幅提升 而且日本泥地打比 即是尾關賽事實 也會安排退到10月舉行 真的會有些模仿 像現在日本的三水三冠 頭兩關就會在上半年 然後最後的關就是下半年才舉行 希望到時都可以藉著日本泥地三冠 就可以發掘到更多出色的日本泥地馬 可以代表日本去世界各地 比如美國、杜拜這些泥地賽事 這麼高水平的國家 去和其他對手一較高下 亦都幫日本隊可以爭光 今集的每週唱馬快上 跟大家講到這麼多 因為有很多消息要交代 所以都講得比較多 雖然馬鬼快來殺科 但我們講馬攻略的節目 都不會停的 每星期四 同樣都會有不同的主題內容 和大家分享 所以記得留意我們的節目 今集的每週唱馬快上 跟大家講到這麼多 下星期一我們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點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G 之後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怕錯過我們每一集的最新資訊 記得啦!